代表大会7号在北京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吴邦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吴邦国说 奥林匹克运动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今天国际奥协第一次在北京召开大会 这位正在筹办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北京 增添了新的光彩 再次体现了国际体育界及各国朋友 对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关心和支持 吴邦国指出 发展奥林匹克运动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务 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 极大的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奥运热情 形成了迎接奥运 参与奥运奥献奥运的良好氛围 我们相信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 必将对扩大中国同世界各国 在体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视野 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吴邦国强调 中国政府和人民将恪守承诺 继续加强与国际奥委会 国际奥协和国际体育界的合作 抓紧各项筹办工作 确保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成功举办 我们热诚欢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运动员 教练员和各界朋友前来参加观摩和报道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 国际奥协主席拉尼亚在致辞中说 国际奥协一直坚定支持北京奥运会的组织工作 并且相信北京奥运会将会为中国未来发展 和中国奥林匹克运动 谱写新的重要的篇章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 北京奥组委主席刘奇等也在开幕式上致辞 国际奥协由国际奥委会所属的 205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组成 是仅次于国际奥委会的国际体育组织 代表大会每两年举办一届 北京奥运火炬接力境外第五战的传递 于北京时间7号下午6点半左右 在法国巴黎拉开了帷幕 五个小时之后 火炬按照计划完成了在巴黎的传递 北京奥运圣火在巴黎市内 经过五个小时的传递 于当地时间4月7月下5点30分 迷达夏乐地体育场 当最后一名火炬手 首持祥云火炬进入体育场时 全场响起了热泪掌声和风呼声 在场的北京奥组委代表 和巴黎市政府官员 以及国际奥委会代表 同全场一千多名观众 一起见证了奥运圣火 在体育场熊熊燃烧的动用时刻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 法方有很多的热情观众 在高产着北京加油 北京奥运加油 我对他们的这种友好感情 深为感动 那么我相信呢 随着我们奥运会的工作 准备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我们必将举办一次 很有特色的奥运会 能够使各国人民推进友谊 推进合作 增进了解的这样一个目的 一定能够达到 共有80名火炬手参加了传递 其中包括5名中国火炬手 他们分别是当地的华人华侨代表 中资机构代表 留学生和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 他们分别在巴黎市内不同地段 完成了奥运火炬接力 整个火炬传递路线 从埃菲尔铁塔出发 沿着塞纳河两岸 中途经过凯旋门 香榭利社大街 协和广场 卢浮宫等著名景点 最后抵达法国奥运会所在地 下了地底一场 北京奥运圣火 在巴黎结束传递之后 将前往美国的旧金山 开始在美洲的今晚传递 运送北京奥运圣火的专机 在北京时间7号凌晨 从伦敦飞抵巴黎 中国驻法国使馆人员 及法国奥委会官员等到机场迎接 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运行团队 北京奥运圣火7号 在巴黎传递时遭遇少数 藏毒分子的干扰破坏 当地警方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在法国公众的热情欢迎之下 北京奥运火炬在巴黎安全 完成了传递任务 藏毒分裂势力的恶劣行径 也遭到法国公众和中国留学生的 强烈谴责 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巴黎战的起跑仪式 当地时间12点30分举行 在第二棒火炬手接过火炬 准备进入一条隧道时 遭到少数藏毒分子的阻挡 使火炬行进速度被延缓 在火炬传递进行到第13棒时 藏毒分子试图从火炬手手中抢夺火炬 这些行为都被警方及时制止 警方说至少有5名扰乱火炬传递者被逮捕 北京奥组委火炬接力传递中心新闻发言人屈营蒲说 为了维护火炬的安全和尊严 并考虑到现场实际情况 奥运火炬在传递过程当中 临时改变了传递方式 火炬按照计划安全完成在巴黎的传递 藏毒分裂势力的恶劣行径 引起了法国公众和中国留学生的强烈鼓务 我也在争启中凝杨的戏 我为了加油配公司 我为了克人减anta 所有人都充当 这些灵状 zijn避免 我们为了决减朝天 我们为了克人空间 我们在尽永组中静 这是确定的 我这是来自 Tahiti 我们出席时来看 我 Memple 个巴黎的不过 这事件事是传续的前面 这事件事是否则 这事件事是否护其根 LA 要是否护其内心 在立即平等的冷气 能冷却地 我希望我们的中国的这支火军能顺利地经过巴黎 来安全地到达美国 这次虽然有张独风子过来捣乱 他们的目的是不会成功的 我们的华人是团结一致的 大家加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江瑜 7号就藏独分裂势力干扰破坏奥运火炬 在伦敦巴黎传递 答记者文时表示 中方对藏独分裂势力蓄意干扰破坏奥运火炬传递 予以强烈谴责 江瑜说 北京奥运会是世界人民共同的体育盛会 奥运火炬是世界人民的火炬 我们对藏独分裂势力 致奥林匹克精神和英法两国法律于不顾 蓄意干扰破坏奥运火炬传递 予以强烈谴责 这一卑劣行径 亵渎了崇高的奥林匹克精神 是对全世界热爱奥林匹克运动人们的挑衅 我们相信奥运火炬所承载的奥林匹克精神 和和平友谊进步的理念 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另外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王慧 7号在北京举行的奥运会火炬 传递活动情况通报会上也表示 对于少数藏独分子企图干扰 破坏奥运会圣火传递的恶劣行径 北京奥组委表示强烈谴责 奥林匹克圣火属于全世界人民 极少数人公然挑衅奥林匹克精神的行径 是不得人心的 必将激起爱好和平 拥护奥林匹克宗旨的人民的强烈愤慨 是注定要失败的 王慧说奥林匹克圣火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最高象征 它传播着和平友谊进步的理念 北京举办奥运会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盛事 也是世界人民的盛事 对于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传播奥林匹克文化 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正在北京参加第16届国际奥协代表大会的一些国家的奥委会官员 七号纷纷表示反对将政治和体育运动挂钩 而在当地时间7号晚上10点钟 北京奥运圣火结束了欧洲之行 离开巴黎前往第六站美国旧金山 圣火将于美国的西部时间9号下午1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凌晨4点钟 开始在旧金山进行一个半小时的传递 旧金山的奥运圣火传递活动将会从麦克维湾出发 80位火炬手将在近10公里的路程当中沿海而行 途经海湾大桥 渔人码头等多个标志性的景点 最后达到到达终点赫尔曼广场 旧金山是美国西部重要的海港城市 也是与中国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最早和最为频繁的美国城市之一 在奥运百年的历史上 奥运火炬曾经四次经过旧金山湾地区 北京奥运圣火境外传递将在美国旧金山开始第六站的传递活动 那么随着奥运圣火抵达的日子临近 许多当地的华侨华人社团都在积极地为迎接圣火做准备 在美国华商总会的办公室 会长钟少元与该会其他侨领一起 正在落实最后的准备工作 据介绍 华商总会已经联合了湾区 西雅图 洛杉矶等地的100多个侨团 组织华侨华人有秩序地迎接奥运火炬的到来 为火炬传递加油助威 华商总会近日已经准备好了中美两国国旗 和奥运五环旗各1万面 以及1万件印有奥运火炬图案的T恤衫 分发给前往参加庆祝火炬传递的华侨华人 钟会长介绍说 迎接圣火的准备工作 使华侨华人社团之间增强了凝聚力 他们团结一致 投入极大的热情 为迎接火炬传递献策 华商总会还联合湾区50多个侨团 于4月5号在当地各大华文报刊上 登在欢迎奥运圣火到来的贺词 对于近日极少数藏独分子 企图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火炬 在伦敦和巴黎传递的行径 旧金山民众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的时候 都表示了谴责 并且坚决反对将奥运和政治挂钩 在旧金山市政厅前的广场上 记者看到一位美国人正在打太极拳 在交谈中记者了解到他叫阿伦·加勒维 今年61岁 由于爱好体育 他非常关心奥运火炬传递 并为旧金山成为北美唯一传递 奥运圣火的城市感到自豪 他坚决反对将奥运与政治挂钩 我认为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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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还就奥运火炬传递的问题采访了旧金山其他市民 他们都表示对旧金山承办火炬传递感到高兴 同时反对将奥运政治化 旧金山市长纽森日前在公布火炬手名单时表示 希望火炬传递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他呼吁人们能够尊重奥运精神 尊重奥运火炬手 尊重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 我们在这里的运动员 但最后的一段时间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尽量减制政策 虽然有几位外国人 但没有活动的国人 我们选择人员 从全国的海岸 参加火炬传递 我们期待在奥运火炬 北京奥运圣火境外传递 旧金山战将于4月9号举行 目前组织工作一切就绪 泰国外交部长诺巴东6号表示 泰国总理沙马将如期出席 今年8月8号举行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诺巴东说 虽然中国西藏3月份出现了暴乱事件 但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部事务 泰国政府相信中国政府能够平稳而妥善地解决西藏问题 他说 泰国总理沙马将如期前往北京出席奥运会的开幕式 第十二届台交会今天上午将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共有200家台湾企业签来参会 欧盟委员会出台新规定 允许乘坐飞机的旅客在空中使用手机 允许义 允许乙 允许乡